今天是我被隔離的最後一天 今天做完核酸 明天我才可以出去 有人預住 加入一條孤兒 要飯前習慣 不是開玩笑 隔離期間最後一次核酸檢驗相當嚴格 採樣四次 即是口鼻 домados 已經有兩個樣本 一個要進來區 一個要進去市 兩邊都檢驗 ladım check 整張公司打 manger 看看這個 respectively 10 天房間 狀態有點混亂 今天要好好執行李 進入房間 要 253 fantasy 不但這個不是普通的自 王 這是後來的 吃宵夜的神器 這裡旅餐時間 最遲最遲 只有 6點半 但 6點半後 想吃外面的宵夜 不想吃杯麵這麼無聊 這個就放到來,你看料我沒有吃過的 但裡面這個鍋我是用過的 是否怎樣用呢? 我六點半之前叫我想吃的東西 到晚上十點、十點之後 餓了,想吃的時候怎樣呢? 就可以把你要吃的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下面就放一些滾水 放在上面,咦? 這樣不是再蒸熱呢? 是否辛苦少能手呢? 最後幾天因為懶了,不想洗底褲 特意買一些一次性底褲來試試 嘩,這包肉來說穿上身 立刻令你理解什麼叫皇帝的新衣 相當無安全感 Yeah!剛剛查了一下 今早是宣言報告出來了 都是陰性 所以明早一早我就走得了 終於結束我的隔離生活了